奥连市冥想里囚轮地区 长期以来无论是使用哪家的电信业者的行动通讯服务 都一直面临着讯号品质不佳的问题 而当地居民反应常回到家后 收讯常常仅剩下微弱的一格 甚至时常遭遇完全无法通讯的情况 让他们对于家中若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无法及时拨打电话求救 感到极度的担忧 内政部国家驻都中心 正在该区域新建425户的社会住宅 当地居民担心这将会进一步恶化 该地区的行动通讯品质 因为这边的住户是越来越多 像安居在盖起来有多了400多户 我们也希望说这样那么密集的住宅 如果说收信不好 现在讲真的 手机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联络接收 就是我自己住在这边 然后也蛮多亲朋朋友都住在这边 然后大家都是对于讯号的部分 有蛮多那个怨言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都想说都2023年了 怎么好像发生进家门之后 就没讯号的状况 为了解决讯号不佳的问题 24号下午在现议员魏嘉贤的主持之下 协同多位议员电讯业者召开球轮地区 各大电讯业者通讯不佳专案小组会议 说明了目前改善的进度 有非常多的民众里长还有民意代表都有反应 在通讯的部分常常是5G的信号 没有错 但是一进家门之后可能整个信号都没有了 那会造成整个住家的一个 等于说收讯不良之外 也会通讯上面的联络上面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邀请了各大电信验者到现场 也要谢谢徐副议长、迪布什以来议员、徐子方议员 还有我们非常多位的议员 一起来到现场来做相关的关心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里的通讯改善之外 也能够跟民众来做相关的沟通 那设置基地台 当然很多民众希望有好的讯号 但是不希望基地台设在住家附近 但是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个妥协 还有一些沟通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通讯的部分 都能够把问题解决 才能真正迈向5G的时代 中华电讯代表人也表示 经查该区域的行动通讯覆盖率并不理想 也努力找寻适当的设置改善行动通讯设备空间 近期已陆续在该社区找到三处地点 目前正在进行签约等行政程序 等待程序完备之后 该区域的通讯不加问题即可获得改善 记者凌杰 欢迎视采摩华达